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我现在这是个球体 所以它很多轴向看起来都没有问题 但如果说你是一个机械模型之类的话 你这里就一定需要去更改了 第一个强度就是说从这个物体被约束到它表面的一个强度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球慢慢的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字 一个笔画的一个感觉 然后偏移呢 是可以给它做动画的 就是说0的时候这个状态 当给到100的时候呢 它又被拉伸 然后就飘走了 就它这个偏移值 但它跟下面这个是不一样的 下面这个起点的话 就是从0到100的时候 它比如说到100的时候这个地方 它是个片 然后给它归零到起点的时候 慢慢的被挤压出来这么一模型 这个也是可以去做动画的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生物体的变形动画 对吧 或者说一条龙 然后从这个画面里面挤出来 都是可以的 然后终点呢 就刚好跟它方向相反 从它的一个终点的位置 然后去给它挤压出来 就一个是起点 一个终点 然后这个呢 都是从0到0 对吧 从0到0 然后这个呢 是调它偏移的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去调它路径的 好 下面这个模式有适合样条和保持长度 保持长度呢 就是不会去拉伸你当前的一个模型 你看它就还是这样的 如果说你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话 你不可能说让它直接连这个样条线给它铺满 对吧 所以说它还是要这个适合样条 根据当前样条线的一个长度呢 去调整 然后这里边有这个延伸和限制 然后这个你现在可以不用去调整它 另外呢 这个偏移的你也可以去配合 像这个起点 终点啊 让它们更 往中间靠一些之类的这种效果 都是可以去调整的 然后强度呢 不要给太高 给太高的话它就飞出去了 这个都是要注意的地方 好 然后尺寸 尺寸的话 就例如说这个字 它中间哪个地方让它细一些 你可以按住Ctrl键在它上面加点 或者它末端的地方让它细一些 都可以这样去弄 然后你想让它整个字都变粗的话 你还是需要去调整你本身的这个模型 然后在这里边去给它调整的变细一些 只能这样去调整 回到样条约束 这里边有它的这个尺寸强度哈 就说你看我在这里边去改 然后你在这改都差不多的 然后它有两种 一个是尺寸 一个是样条尺寸 然后这两个你去调的话 你会发现效果几乎是差不多的 但它们的区别就是说 尺寸改的是你本身这个模型的一个尺寸变化 样条尺寸就是说你这个模型在样条路径到哪的时候 它慢慢的跟着你这个曲线进行一个变化 就有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好旋转的话就可以去旋转你当前的一个模型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这个调整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是有一些这种旋转 你用这个去好控制一些 因为这个它是一个矢量动辟的 这个你就可以给它做一个这种旋转动画 这样慢慢转转这种感觉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曲线去调整 就是多种方案嘛 都可以去调整的 然后样条旋转跟上面那个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改变是模型的旋转 还是通过样条线的一个旋转 最下面这个有个固定范围框 这个就是说当你这个里边有多个变异器的时候 它范围框如果特别大的话 会影响到其他变异器 你就可以给它固定上 然后去给它缩小 或者说就是给它挪到哪个位置 就这么一个作用 另外呢它可以调你这个边界盒的一个尺寸 都是可以去调的 然后上面这个边盒中心就不用去管它了 OK下面这个全能控制边界盒 好那么到这里呢 咱们这个样条约束就讲完哈 它的这个含义就是说 可以把你的模型约束到样条上面 当然了这只是其中一种效果 然后去展示更多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这里我去创建一个公安车 在优势图随便画一个哈 然后我现在没有开那个捕捉 我就去随便画的 所以可能稍微没有那么严谨一些 OK那就这样的一个模型 然后这里少了一个点 给它加一个点就好了 就它那个轨道哈 这么一个轨道 给它去中一下轴向 然后Android键来一个挤压 给它来一些厚度 现在这个挤压方向是不对的 调整一下 加个 先来个300吧 看一下效果 好 然后给它做一些这个圆柱 作为它这个轨道的一个部分 那这里呢主要还是说的就是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出很多东西 这里这个过山车只是其中一种举例 一定要自己去发散你的思维 可以去尝试可以做更多的东西 比如说你做一些什么楼梯啊 对吧 或者说一些那种骨架啊等等的 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 然后这两边再给它稍微长一点 OK 那这个就这样 然后把它们三个呢 你可以给它合并在一起 再稍微拉长一点 包括这个也合并在一起啊 中间这个我觉得 先给它优化一下 这个你可以直接双击啊 直接双击给它再拉长一些 好 那就这样 创建一个克隆工具 给它克隆很多个 注意它的一个朝向 这样它这个轨道就出来了 给它去增加一些数量 好这里就先增加三十多个哈 完了之后呢 奥特加记打个组 让它作为上面一集 你可以通过组的形式呢 把它约束在下面 这样的话就不可以说 破坏你本身的一个客户 你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拾去这个样条 拾去一下 好这个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 当前我们这个燃住体太大了 给它缩小 那缩小完之后呢 我们就又需要去增加它的一个数量 而且现在它这个轴向不对 需要给它去改一下 这个太大了 好 这里的话好像是被压扁了 给它拉宽一些就好了 那这样就行了 好了之后再去给它缩小一些 再拉宽一些 好增加它的一个数量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实现这种像过山车轨道一样的效果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去实现 当然了你也可以去试着去做一些其他的东西 然后在这里呢 你可以去改它的一个这个旋转 例如说刚开始这个轨道到这 它从这滑下来对吧 然后这里呢它这个方向也不太对 给它稍微调整一下 上面这个一个过山车 然后从这滑下来 滑下来转到这 这么有个过渡再过来 同时呢你可以再配合这个尺寸 去调整它 又大又小 好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些作用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另外呢你也可以做一些特殊的东西 像你做一个这个舌头啊对吧 一个可以给它一个材质 觉得太白了 比如说我穿一个立方体 那这种舌头怎么去做呢 就是穿完立方体之后选择点 KL在中间切一刀聚中一下 好然后选择边模式 穿一条边就循环选择了 鼠标右键倒角 这个时候呢再给它 在KL再切一条边 选择这三个面 好然后鼠标右键 这个内部挤压 内部挤压完了之后呢 我会按一下T键 给它往下压一压 OK 然后在这个眼法线缩放一下 在内部挤压一下 T键缩放往下压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个人做舌头的一个方法 KL给它中间卡两刀 你也可以去做些其他的东西 都是可以的 好那这个时候去给它一个细分曲面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舌头的效果就出来了 到这里它过度也是一个 比较自然的 就不可以说出现很多那种破面啊 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你去调整它也是比较方便的 很像那个绿舌头 就小时候吃那种 那个像果冻一样的一个雪糕的东西 可以自己再去调调 但这个不要给它拉得太大 这样就OK了 你可以调两边那个 但最好不要把中间那个调得很大 完了之后呢 你就同样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塞掉 把样条约束 给它进去 对吧 使去这个样条线 调整一下它的一个朝向 当下这个朝向呢 就是它的一个分段不够 增加一个分段就好了 去给它缩小 缩小完之后去旋转它 都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这样的一个舌头的感觉 它就出来了 好同样的操作 你可以试更多更多的模型 就是大家自己去试哈 比如说你去做一些 像一些那个麻绳啊 或者其他那种特效字 对吧 就做好一个很长的模型 很长的模型之后呢 给它绑上去就可以 如果说这个模型很短的话 它分段不够 然后这里就会拉伸的很厉害 当把这个模型给它 再拉的长一些的时候 就会好一些 再把这个开启去 稍微调一下 你也可以给它去拿出来再调哈 因为现在它是绑着这个 样条约束的 你也可以这样去调 给它拉伸一下 OK 这里的话会讲的比较多 因为 我就想跟大家说 它可以做出很多效果 你不同的模型 就出现不同的效果 并且呢 它也不影响说 你用这个 克隆运动图形 这些东西 它也是可以使用的 只不过说你奥特侠记打个组 让它作为子集又够了 那这里呢 我去随便创建一个模型 例如说这个 来个人偶吧 然后呢 创建一个摄像机 作为它的一个子集 这个时候你屏幕上 就出现了很多这个网格点 可以把它改少一些 这样方便调整 好 就这些点吧 然后呢 这个摄像机 你需要给它创建一个摄像机 因为它这个就是摄像机变形器嘛 对吧 进入摄像机试图 那首先呢 你需要把这个摄像机要拖在进去 它失去到 我这个要失去到 这个摄像机试图 才能对它进行变形 就对这个摄像机进行变形 你必须要给它扔进去 完了之后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调整它的点了 直接选择这个点模式 然后给它调一下 就到这个范围之内的物体呢 它就会进行了一个变形 那这个变形呢 就根据当然这个网格点的一个方向 进行变形的 你看如果没有在这个网格点的时候 这个人物是正常的 但如果说它经过到这个网格点的时候 它也会根据当前的这样一个状态 进行一个变形 看到吧 就是 这个就想模拟一下特殊效果的时候 可以这么着去做 诶 这样的感觉 像这个画面好像是 有什么那种 镜头一样 这种感觉 特殊的这种效果 它最终影响的只是说是 你这个摄像机 当你把它关掉的时候 它一下就恢复正常了 然后这个网格呢 你可以自己去增加 增加完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就会变得更圆滑 好 完了之后呢 这个是它的强度 就零的话就不受到它这个变形器的影响 你可以这样给它做动画 就慢慢这个 受到它强度越来越高 就例如说 刚开始你的镜头 是正常镜头 突然之间进入到了一个什么环境 完了之后就受到它环境的影响 然后这个东西就变形了 镜头就变形了 对吧 可以这么去做 下面这个是安全框 安全框是什么 就是现在我把这个视图改少一些 改个 那这个时候 两边这个黑的就是安全框 你可以看到 我把这个视图的加V 把安全框的这个颜色 给它调再深一些 改个60 然后两边这个深灰色的就是 下面可以看到 这安全框以外呢 它是没有这个网格点 可以让你进行操控的 而且呢 你也拖不到外边去 当你把它给关掉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它就是可以 跑到安全框外边去了 看到了吧 就这么一个作用 呃 然后下面这个绘制网格 它有三种 一个是激活 激活就是说 咱们当前视图是激活状态 它是显示的 然后也有总视 就是说无论你选择哪个 它都会有这个网格 看到我换成这个激活哈 我切换到摄像机 它就没有 它也不显示了 比如说回到这个摄像机 才能看到 那层级呢 就是说 当前这个层级 无论说选了人偶 还是摄像机 只要在这个层级的 它都可以被显示出来 但如果切换到摄像机 它就消失了 所以说这个是根据你具体情况的 如果说你想一直去看到 你的网格的话 你就可以给它改成总视 如果你只想调整你摄像机的话 你就给它改成一个激活 或者层级就OK 好 上面还可以重置 就把你这个数值给它重置一下 但这个网格点呢 还是需要自己再去调整一下 OK 这个就是摄像机 和一个变形器哈 下边一个呢 是碰撞 这个非常有趣 可以模拟一些特殊的效果 例如说我创建一个平面 把它分段增加一些 看200分段是不是有点高 电脑应该还行 应该还能带动 然后创建一个小球 就模拟它那个图标的嘛 把它缩小一些 创建一个碰撞扔到平面下面 这个时候呢 它里面有很多选项 第一个我们需要先把这个碰撞器 去识别到这个球体 让它知道这个球体 会跟它发生一个碰撞 跟这个平面产生一个碰撞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变化 这个小球 就是可以把这个平面给它压扁 就有这么一个过程 那像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的面哈 它已经被这个小球 给它压扁 并且能给它兜住 这样你就可以做一些像这个 雪球滚动的动画 对吧 在这个雪地里面进行一个滚动啊 或者说是这个 人物在走路的时候 你给它添加一个碰撞 然后这个人 他走到这个地面的时候 脚部会给它压下去 形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只不过呢 就是会比较卡 因为你需要把这模型的面数 去给它加多一些 但是呢 它也是有弊端的 就如果说你当这个模型 你非要给它压特别狠的时候 它也会出现一些穿模之类的 当然像这个模型比较简单哈 它还好 可以看到哈 它把这个地面给它压平了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说 它可以去识别对象 对吧 不同对象 你也可以再给它来一个什么 来个圆环 啊 这个圆环呢 我也可以给它扔进去 你可以看到这个圆环 它又会稍微复杂一点 它又会出现了一些破面啊 之类的效果 但是如果说我要正常 去给它稍微调一下 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太往下的话呢 它就是 给它识别到下方了 给它上面 给它弄起来 就鼓起来了 那你再往上放一些呢 哎 这个时候把它给隐藏掉 它就跟球体一样 是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去挪动一下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俩给它显示出来 那这里呢 你就知道它可以影响多个物体了 并且你也可以给它关掉 那它是否影响 然后后面这个那个包括呢 就是说是否包括哪些对象 比如说这个 然后让我给它扔进去 扔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它前面这个就失效了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就是说哪些模型不想它有这个效果 给它扔进去就可以 后面这个映射图呢 就是说你可以给它一些这个贴图映射 映射上去 来配置当前它这个哪个地方进行一个变形 当然这个一般我是不去使用它的 因为一般我都会用这个高级去调整它 高级调整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我把这两个都先给它 就先隐藏掉就好了 看现在去调卡不卡 你看我调这个硬度 就可以让它这个边缘的更柔和一些 我把这个圆环给它删掉吧 有一点卡 控制它的硬度 然后它的构造呢 就是说这个本身模型它这个 平面的一个构造强度哈 包括它的一个弯曲 然后还有它的尺寸 伸展的话就可以让它这个 外面过渡范围更大一些 看现在我去调整更大一些 它会在这里就更柔和 这个坑呢就更柔和一些 然后松弛什么这些你都可以去调整 然后下面这个呢就例如说你去给它做的一个动画 你可以用这个给它计算缓存 这样的话呢你去播放起来 速度也会快一些 好还有就是它这个衰减哈 这个衰减它是可以以这个 呃 UV的形式还是说 这个太卡了 还以表面啊 还说以碰撞器 可以自己去调 但如果自己调错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东西 给它复位为默认状态 就OK 就是你可以给它做一些像这种衰减的效果 这样的一些效果 同时它这个最后也是可以支持这个衰减的这些东西的 呃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碰撞变弃的作用 实际上就主要就是为了模拟这种效果 我现在太卡了 我去把它删掉了哈 画了 然后是这个置换哈 这个置换它可以模拟出来非常多的效果 就是我创建一个平面 给它来个100的段数 好然后呢按住Shift的键 添加一个置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通过它着色器对它进行调整 着色器里面可以给它来一个 灶波 找到这个灶波 灶波呢 你看这个东西它有很多种类型 这里咱们可以随便选一个 比如说像这个路卡 给它图调大一些 低端秀键调一下 对比调一下 好那这个时候 你还没有看到变化 也需要给它转进去 转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它会通过这个黑白贴图的形式 已经对它产生了一个影响 然后这个你可以调它当前的一个强度 那我呢可以把它这个 再大一些 调个 右板 有分段的原因 可以再给它一个细分曲面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就可以通过控制这个黑白贴图 要对它 进行一个置换的效果 那像这个呢 你可以制作一些像这个 星球表面呢 一些东西 同时呢你可以混合多个贴图 例如说我在啄色器里面 再给它添加一个图层 添完图层之后呢 我就可以去 再给它混纹理了 例如说 我再来一个什么 来一个 渐变 好 然后这个渐变呢 我给它改成一个 改成一个圆圈吧 原型 反转一下节点 中间是这个白的 周围是黑的 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白色地方 它是凸起来了 就往上走的 对吧 黑色地方呢就凹下去了 然后这里呢 可以改它滤镜 比如说给它一个正片叠底 好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得到一个 什么效果 就是中间的地方 是受到这个 灶波的影响 其他地方就黑色 就被它遮罩嘛 遮罩就给它弄掉了 那你就可以 通过这种方式呢 去混很多纹理 然后这个就看大家 自己怎么去玩的 对吧 也就是说我可以再给它 混一个渐变 然后这个呢 还用正片叠底 就这边呢 再去高一些 这边再稍微亮一点点 对吧 它就会让这边呢 更亮一点 你可以自己去调 比如说像这种减区 减区给它做一个 这种斜坡的感觉 等等啊 这些方式 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包括这里 你可以改它的一个强度 好 那么这个就正在玩图层哈 然后继续回到这个置换里吧 呃 第一个呢是这个效仿 这个效仿 如果你要开启的话 它下面东西就全都关掉了 所以说这个就不用去开它 然后最主要是这个强度 强度的话 你给它往上 它也往上去图 然后你要改成复述 它也往下去图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小点 对它进行一个控制 都是可以的 两种方法都可以 然后这个呢是高度 这个就改它真正的一个高度 然后这个强度呢 就控制它整体这个 噪波对比的一种强度 然后就控制它的高度 好 然后这里边有这个强度中心 它有强度 就控制你当前的一个范围 还有以这个RGB的形式 RGB的话 它这里这个有的地方就被压平了 这样的一个感觉 全局的 好 默认的话 它要以这个中心的形式 方向的话 就是说它凹凸的一个置换方向 现在以点点法线的方向 你也可以给它改成一个球状 球状的话 你现在就是看不到了 因为它现在不是一个球形的 平面啊 这些 处理法线标签 这个不用去开它 好 咱这里边呢 还有这个自定着色器 就咱默认就自定着色器 如果说你要换成颜色 你就要对应的 用这个颜色文理标签 发光什么的 这都是贴图类型 自定着色器就是说 我们当前这个就是着色器 你可以在着色器里面 随意的去给它添加各种贴图 都是OK的 然后在这里呢 你可以控制你贴图的一个UV 这个就是 咱们讲这个UVW的时候 讲贴图类型就会讲到 控制它这个UV的方向 然后这里呢 就是长度 你可以控制它当前这个UV拉伸的一个长度 现在就比较像一个那个 磨爪的感觉 就是一个那种尖锐的爪子 在地上刨了很多这种坑的感觉 可以这么去实现 对吧 在这里呢 可以去给它调整 实际上就这些地方你去调整 都是在调整当前这个图片的一个大小 它的一个位移啊等等 这样的一些效果 OK 然后下面这个Alpha Alpha就是说 如果你带了Alpha的图像的话 它可以给你进行一个调整 包括你可以去反转这个Alpha 然后衰减 这个衰减还是一样的 例如说给它来个球体 它又可以以这个球体的形式 给它进行这个衰减啊 之类的效果 包括这个尺寸 现在有点像一个那个 烤面包的感觉哈 然后印在上面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 尝试去玩一下 就非常的有意思 你也可以给它感觉 凹进去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那么这个置换呢 用的还算是比较多的吧 比如说你去创建一些特殊的效果 比如说 一个球体 然后给它来一些置换 把它分段加高一些 来个55 吸掉它 在它这里边添加一个灶波 灶波强度给它范围大一些 低端修剪 对比增强一些 然后把它的这个高度增加 就这种比较艺术的球哈 就这么着做出来的 完了之后呢 就下面再去给它来一个摔键 比如说 因为这个摔键它比较方便 就是好控制 像你们看到一些那种特殊的球体 就是这么着去做的 完了之后呢 这个大灶波 你还可以再通过那个图层的时候 再套一些小灶波 给它来更多的细节 包括一些这种 特殊的动画啊什么的 都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OK 那么这一课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了哈 大家一定要多多练习 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好 感谢同学们的观看 咱们下一课见 下面剩下的工具就不多了 就这些变弃器了 不见得了 沙漠 而且这个事情 继续的想法 是有什么 很简单的 不是人吗 整人都不和你